嘉義官新臨社會局長選擇就職點內由管長翁張良報達 新臨社會局長小英姓為翁張良的手段接下報達證書 由台立局長長次業的手段接下印信選擇如新 改官新臨社會局長選擇就職點內由台管長翁張良報達 新臨社會局長小英姓為管長手段接下證書 接下是由台立局長長翁張良的手段接下印信選擇如新 那蕭英成蕭局長本身是我們副主人 那所以就以來講好像歸於返鄉的心情一樣 那當然經過畢業後二、三十年 連後練就了一身的功夫 那實際上最大的期待跟希望應該就是回到家鄉來服務 那我們蕭局長本身是文化大學的法律跟社工 雙學系畢業 然後出小回之後有非常豐富的行政經歷跟社會經歷 擔任過台南縣的行政處處長還有社會處處長 也擔任過鴻海的公關室主任 也擔任過最早的新聞面對面這個節目的執行製作 那可以說他在鴻海永齡基金會所建立的人際關係 包括全國的所有的NPO組織 那我想他這一部分跟NPO組織的相處 跟所有的社會資源我相信絕對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面是他本身的本質學能又是學社工出身 所以我想對於整個社工包括相關的服務工作 我想他也得心應手 新年局長本應成是迫住主題 中華文化大學法律社工相學術 他表示身為嘉義出身的主題 非常了解嘉義官目前正處在超高齡社會 往後將會加強嘉義官的社會福利 社會安全忙 也落實就對劳力苦惱 以及新疆者的照顧 社會新聞創民黨嘉義官蔡宏不得 旺TV行動客服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乎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即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以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